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禁止别人做什么事情 就称为起始句 现在请大家先听老师另一次课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请大家跟老师念一次课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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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本课的标题 句中有两个动词 在我们描述日常生活的各种动作时 类似的用法很常发生 像是 电脑 这些句子中有两个动词共同形成一个位于 我们称它为联动结构 两个动词也可以用同样的交点形式 例如 特别注意 联动结构里的第二个动词一定是使用主式交点 而不会使用其他的交点形态 请练习一下以下的例句 好,请练习一下以下的例句 当我们想要命令对方做某件事 可以直接用动词的词根形式 或是词根后面加按一、啊 或词根前加大表示命令 例如说 好,用这样单一的动词就可以构成一个句子 表示命令 例如 例如 去哪里 来这里 吃午饭 等一下 快跑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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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动词要使用主式交点 而不是词根的形式哦 这跟前面所说的 这跟前面所说的联动结构的概念是一样的 类似的 我们有以下例句 去睡觉 来吃午饭 来我们加碗 好 在前面的课程里 我们学过主式交点 瘦式交点和处所交点的不同 主式交点的图悬剧中的主式则 例如 我爸爸正在吃饭 寿司交点是图悬寿者 例如 我爸爸现在正在吃那烟肉 同样的 同样的 在其实句中 图悬主式则的是 garanamdu 吃早饭 就是情人来吃饭 语气上的 重点是听话的对象 就是叫他来吃了 不要看电视了 赶快来吃了 而图悬寿者的是 吃这烟肉 这句话 那个语气上的重点是 这烟肉 它可能很特别 非常美味 或是朋友从远地带来分享的 类似的 喝这小米酒 喝的 十根是干 主式焦点 是母干 主式焦点 寿司焦点 寿司焦点是感嫩 寿司焦点 当我们请别人喝小米酒 以寿司焦点 以受式形态的其实句 就要用感嫩 这样的形态 束手焦点的其实句 也是一样的 以后醉形态 例如 巴亚恩 以处所形态 以处所形态的其实句 就要用 巴亚恩 这样的形态 类似的 我们记得 他把门关起来 他把门关起来 可以说 他把门关起来 当我们要求别人 把门关起来时 如果用图显出所 就用 掌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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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所学习的都是 肯定 行事的 其实句 就是命令别人 或说 请别人做某件事 如果我们要命令 别人不要 做某件事 就用 来表达 例如 不要去 不要来 不要来 不要吃 不要去 不要去 如果 两个动词的 联动结构 可以参考一下句子 不要去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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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 我讨厌你 不喜欢你 过来一起吃 而授饰 焦点 形态的 否定 其实句 不要去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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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 1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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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请大家看图卡,跟老师念。 好,现在老师说我要做的动作,请大家说出表达尽职的句子。 好,接下来请大家看图卡,跟老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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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大家看图卡,跟老师念。 好,接下来请大家看图卡,跟老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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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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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要表达语气重点 在受试腌肉时要用被动的形式 好 接下来有几个中文的句子 请大家练习一下 要如何用我们的话来表达 第一个句子是 快跑 想想看 要怎么说呢 你答对了吗 好 下一个句子是 好 今天的空中主意教室 我们讲到这里 下次再会